這個應該沒問題,不過我發現剛剛有同學遇到幾個問題 一,把屬性給不見了 二,把工具箱給不見了 再來還好該有的都在了 那如果這個也不見怎麼辦? 剩這個 如果剛好這個全部都不見了 這就全部這樣子了 之前也遇到一個同學看到這樣子 他就一直關心 因為有些人看到XX好像一定要點一下 沒點一下感覺手癢就給他點下去了 糟糕,什麼東西都不見了 這個時候他就想說,這時候怎麼辦呢 第一個直覺先也是全部關掉了 先可能先離開一下 暫時沉澱一下,回來再看一下 回來再看,好像還是一樣怎麼辦呢 他就想說要重灌 沒那麼嚴重 所以以後如果你這些不見的話 沒有關係,檢視裡面 那最重要的就是專案總管 專案總管是這個東西 第一個 第二個呢,你的屬性面板 所以你要把屬性面板叫出來 屬性視窗 這就出來了 這個東西可以這樣 可以稍微調整的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什麼 Home打開來的話 點它兩下 它Home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流程操作 我想你習慣之後大概就是這樣 再來就工具箱 檢視裡面也會有個叫做工具箱 點它 它就出來了 會浮在上面 OK 剛才有的都有 如果關閉也沒關係 你再把它叫出來 這第一個 可能同學遇到比較多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 我想要讓它置中 我不要讓它靠左 那怎麼辦呢 其實屬性 我講過了 屬性就是決定什麼 決定它的外觀 還有它的狀態 所以這個在裡面 如果說在屬性裡面找得到的 那就有 如果沒有 那就沒有辦法 因為它沒有設計到 就沒有 因為這個是固定的啦 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最下面 每個叫做 這叫Test Elite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叫 有沒有 對齊方式啦 這個就對齊嘛 預設是Labs 就靠左 如果你要 置中的話 這邊不是有個Center 那你把它改成Center 它不就Center了嗎 OK 不過 就麻煩了 變成你其他每個都要Center 所以最好做一個範本之後 再來 再來做 其他的話 你自己再去修改 如果 需要就稍微找一下 那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每一個每一個跟你們講 每一個屬性什麼功能 那其實剛開始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呢 也就是把每一個都會看一下 即便我沒有用到 但是我至少知道說 我有這一些東西 那如果我實在不確定 這裡面什麼功能的話 沒關係 反正至少 大概先知道一下 那比如說還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 其他 像這個 這個格子裡面 如果我希望呢 他只能夠輸入六個字 因為姓名 我想最多他六個字就夠了吧 因為沒有在七個字八個字 如果假設了 我現在限制他 只能輸入六個字的話 那你可以找一下 裡面有一個 屬性 應該拆也拆得出來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叫一個 max lex 有沒有 他預設是0 就是沒有限制 所以你 最多六個字的話 你就輸入6 enter 將來 你在打開的時候 就執行他 那怎麼執行 點一下表單 再按上面的執行 這個表單就跳出來了 那你就輸入 比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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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6個對不對 再一個你會發現 沒辦法填 他最多6個 他鎖住了 不給你 再填 你把他關掉 他又回來了 這邊 這個應該最多幾個 應該最多100分吧 100分的話最多三個字 所以一樣你可以把這個maxlex 改成3 這個也把他改成3 這個也把他改成3 OK 那基本上第1個 剛剛就是一些環境設置 第2個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說 因為將來我們要做程式撰寫 那程式撰寫的話 特別注意 我要做程式撰寫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我會用到的 那個 畫面上面那個 原件的名稱 那哪些將來程式會用到呢 像這個標籤 將來會不會抓裡面的資料 不會啊 所以這個不用重新命名 這個也不用 這個都不用 會的話就是抓這個 他到底輸入了什麼姓名進來 我要抓出來啊 我才能夠把它寫到這邊來嘛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請各位等一下做 第一個 把這個重新命名 這個名稱我取叫 TXT 就是文字 方塊 簡稱叫TXT 第一個就01 這個就是02 依次類推 這樣比較好記啦 01020304 最後這個叫 B01好了 因為它叫 Button 所以 就是 第一個 所以 B01 所以 請記住把這 5個 小元 這元件 重新命名 TST 010203 一直到010 這個是B01 好 做好的 這個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就是說 我要撰寫程式 那怎麼樣撰寫程式 特別注意 請記住 這個程式不是寫在模組裡面 而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按鈕裡面 所以請記住把這個按鈕點兩下 那因為我已經有重新命名了 所以它會跳出一個程序 Sub 那 這個Sub後面會加一個 這個元件的名稱 後面加一個底線 Click 那Click是什麼呢 Click就是所謂的叫事件 很多城市都有說的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說 當 什麼狀態發生的時候 我才去執行 這個Sub 所以 當這個B01 被怎麼樣 被Click的時候 那我就做什麼 做底下的事情 什麼是Click就是 點它一下 點那個按鈕一下 做什麼 新增資料 特別注意 新增到哪裡 所以 我們等一下撰寫程式 新增到 這一個 A欄的 最下面 一列 再加一列 所以我要先知道 那個位置在哪裡 對 第二的話呢 輸入什麼 把那個 TST01 裡面的東西 幫我寫到這邊來 02 02 03 04 有沒有 再來怎麼樣 移動 游標 看需不需要 就是將來 游標再幫我移動到這邊 那因為將來可能會一直往下 所以 如果你沒有移動到那邊 你不知道說 你已經確定輸入了 因為 你沒有捲到下面去 OK 再來 把資料清除 大概會有這幾個動作 那要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 我們再按部就班來看好了 所以 123 就把它完成 請各位 再幫我把那個 這個 裡面的名稱 修改過 在這邊點兩下 大概會有這三個步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表單大概如果你遵循這三個方式 應該就可以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我們要的 看來